批判十四解读新闻 明目张胆 张秀杰开讲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晚上好 又来到我们明目张胆 一周新闻回溯 那么在这个礼拜天 正好是愚人节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你 有没碰到一些愚人节的笑话 或者是在这个愚人节受骗上当 那么最近马斯克 就是特斯拉老板 马斯克陷入了困境 那么所以马斯克在愚人节里面 就发了个新闻 给大家开了个玩笑 他说虽然这个特斯拉 非常努力的去筹款 但是特斯拉终于要宣布破产了 那么这当然 最后被证明是一个愚人节笑话 那么所以在愚人节 有很多新闻 我们看起来总是有点怪怪的 其实美国现在假新闻冲刺 在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我们真是要每一天 都把它当成愚人节 那么看看有些新闻是真是假 那么最近又有一条假新闻 那么今天在这里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某个中文媒体 应该我想它是翻译到 这些英文媒体来的 应该是从自由派媒体 也就是什么纽约18 CNN那边来的 那么这部中文媒体 发布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看起来 让秀杰也吓了一跳 这个新闻的题目是 川普提名震惊众人 川普提名他的私人医生 当内阁部长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真是确实在民主社会里边 如果总统能够提名 自己的私人医生 当内阁部长 确实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生活在美国 我们知道很多人说 我有私人医生 其实他们往往指的是家庭医生 因为在美国看病的话 你必须先经过你的家庭医生 你的家庭医生 给了专业的意见之后 你才能去看专科 那么作为川普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我想他也有他的家庭医生 那么当然川普总统 这个生计上的成功 也令他有可能有私人医生 也就是专门为他服务的医生 那么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总统 提名自己的这个私人医生 当内阁部长 这在美国历史上 是没有发生过荒唐的事情 那么到底这个新闻是真是假呢 那么今天来跟大家看一看 原来川普提名了 这个所谓的私人医生 当了什么部长 当了是美国退休军人事务部的部长 那么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在内阁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 他的前部长苏尔金 因为在这个任上 有不检点的行为 那么已经被川普总统炒了鱿鱼 那么炒完这个内阁部长鱿鱼之后 当然要有人选来这个替补 那么川普总统就提名 罗尼杰克逊来接替这个位置 罗尼杰克逊是川普总统的私人医生吗 我们先来看看罗尼杰克逊的背景 罗尼杰克逊是美国海军的少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星将军 那么可能很多电视机前观众 会有一个误解 因为在我们亚洲国家 或者在其他国家 一颗星少将两颗星中将 那么到三颗星就上将 我想这无论是在台湾地区 还是在中国大陆 我们都是拿这个一颗星 来判断这个军人 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军阶 美国不一样 一颗星准将两颗星 少将三颗星中将四颗星以上 才能称之为上将 那么罗尼杰克逊是两星将军 他是美国海军的少将 罗尼杰克逊在1995年就加入了海军 当然他是以军医的身份加入了海军 罗尼杰克逊也在海外长期驻扎 那么所以川普总统 为什么提名罗尼杰克逊 来当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 因为川普总统认为 罗尼杰克逊在海外驻扎过 他亲眼见证过美国军人 为保卫美国所付出的重大牺牲 所以让他来当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 一定能够更好的服务退伍军人 那么罗尼杰克逊 到底是不是川普总统的私人医生 其实罗尼杰克逊现在的身份 他是白宫的医生 也就是说他在白宫 为总统或者白宫的团队 提供医疗健康服务 那么这算不算是总统的私人医生呢 那么修杰克逊认为 第一这不可能是总统的私人医生 因为罗尼杰克逊加入白宫 绝不是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 才加入白宫的 其实罗尼杰克逊是在2006年 也就是小不息总统年代 就加入白宫成为白宫的医生 那么他服务的就是这样 包括了总统 包括了白宫团队 那么后来在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 罗尼杰克逊依然是在白宫 为团队提供医疗健康服务 那么所以可见 罗尼杰克逊其实服务了三任总统 小布希 奥巴马 川普 那么为什么 罗尼杰克逊在服务奥巴马期间 没有受到广泛的批评呢 或者没有被奥巴马炒了鱿鱼呢 那么说明罗尼杰克逊 在白宫的服务是出色的 那么得到了三任总统的认可 那么川普总统现在提名 罗尼杰克逊当退伍军事务部部长 那么还有一些民主党人批评 他说令人震惊的地方是 罗尼杰克逊完全没有任何管理经验 罗尼杰克逊真的没有管理经验的吗 我们看看罗尼杰克逊他的经历 从一个普通的海军军医 一直晋升到海军的两星少将 那么在这个历程当中 难道罗尼杰克逊没有管理过某些团队吗 那么在海军服役之后 罗尼杰克逊是以两星将军的身份 又加入了这个白宫 成为白宫的医疗团队的一员 那么罗尼杰克逊也管理过白宫的医疗团队 这能够说罗尼杰克逊完全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吗 那么如果是有的话 罗尼杰克逊从资历 从他的个人的能力 或者从他的背景 为什么就不能当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呢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 现在的美国很多媒体 无论是英文媒体还是中文媒体当中 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真是要特别小心 有的新闻光从题目上看 可以说吓你一跳 那么罗尼杰克逊 从一个海军的两星少将 变成了川普总统的私人医生 那么未来很可能担任内阁部长 那么这条新闻 很明显就是一条假新闻 那么所以 罗尼杰克逊是一位海军的两星少将 并不是川普总统的私人医生 那么川普现在提名他 当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 休杰个人认为 没有什么大不妥的地方 所以在今天 凡是遇到批评川普总统的新闻 我们大家都要非常小心的去看一看 这个新闻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信息 比如说最近白宫实习生 跟川普总统照相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大场面 那么但是 白宫实习生跟川普总统照相 这个事情过去就引起了风波 这次又引起了风波 那么这次的风波 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这次 川普总统跟91位白宫的实习生 在白宫来个大合影 因为白宫实习生在白宫服务一段时间之后 要离开了 那么川普总统按惯例要接见他们 但是有细心的媒体 有自由派的媒体就发现了 这次跟川普总统合影了 91个白宫实习生里面 绝大部分是白人 那么据说当中只有五个黑人 那么经过媒体的计算过之后 超过90%是白人 那么于是 那么媒体又来批评了 说白宫 现在已经成了白人的白宫 到底白宫实习生里面 比白人占多数 黑人占少数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还是在以前 几任总统里面 本来就有现象 我们来看看 奥巴马当年 我们翻到一些资料照片 奥巴马当年同样是 跟大概100个白宫实习生合影 那么在这个照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总共有15位 不是白人的白宫实习生 这15位除了黑人之外 还有其他主义的人 那么从5位到15位 这个数字看起来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有媒体说白宫实习生里边 白人占多数 这跟美国的族裔比例 是完全不符合的 因为据媒体报道 现在美国非白裔的族裔 已经超过了50% 那么也就是说 白宫的实习生里边 如果有50%的是白人 50%不是白人 这样更加合理 那么这个听起来乍一听 好像非常符合 种族平等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看看现实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没错美国现在这个白人 这个族裔已经占不了绝大多数了 那么但是在很多名牌大学里边 我们看看学生的结构 我们知道 依然白人亚洲人占的比例比较大 那么非洲裔占的比例相对小 那么所以在白宫实习生 这个团队里边 白人占的多 其他族裔占的少 本来就是一个由 名牌大学里边 学生族裔的分布所决定的 我们再来看看白宫实习生 是由川普总统个人挑选的吗 这当然肯定不是 白宫实习生 其实是白宫提供给一些 比较好的名牌大学 或者一些优秀的学生 来白宫实习 来了解一下 美国政治运作的一个机会 它这个期间很短 都是由各个学校推荐的 那么学校推荐的时候 当然要根据这个学生的 平时的这个学习成绩 以及在学校的各种表现来推荐的 那么所以从学校推荐 到白宫的工作人员 把这些学生带到来白宫实习 整个过程 修杰个人相信 总统完全没有办法 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去施加任何影响 那么所以进入白宫实习的 这些学生 在挑选的时候 修杰个人相信 不会有种族 或者这个其他族裔的因素在里边 白宫这次实习生拍照 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 川普总统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 说到底还是认为 川普总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那么其实上次白宫实习生 这个合影 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上次引起轩然大波 倒不是逐一比例的问题 是当时有一位白人的实习生 做了一个手势 那么引起了广泛的批评 这个手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OK 这个手势 我想我们在这个日常社会交往当中 我们经常会做 在现在社交媒体里边 我们要向我们的朋友表达某个心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某个手势 某个表情 所以OK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手势 但是上次因为川普总统跟白宫实习生合影 有一个白人学生竖起了这个OK的手势 那么又被批评为是个种族歧视 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为什么竖个OK的手势 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表现呢 那么有人解读说这个OK这三个指头代表W W就是英文白色第一个字母 那么这个O又是什么呢 那么有媒体说这个O其实不是O 我们还要看这里 这里有一块我们的肌肉 那么加上这个肌肉就是一个P P就是power 就是白人的力量 所以这个学生输了一个OK的手势 他想说白人的力量 看完这个新闻之后 我想大家明白什么叫文字玉 文字玉是在中国古代 在我们的这个满清时代 发生的一个政治迫害事件 那么当时有这个书生写了一首诗 叫做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那么当时的这个乾隆皇帝就说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你在影射我们满清人不识字 所以这位书生就被砍了脑袋 那么在今天美国民主社会里面 也出现了数一个OK 就变成个种族歧视 这跟文字玉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 那么有不少人为这个民主自由平等 可以说是知之不倦的追求 那么美国今天没有人否认 它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没有人否认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但是在这个民主跟自由的这个大框架之下 确实有很多不寻常的事情 那么最近有一位学生在课堂里面 发表他个人的见解 就被老师赶出了这个教室 甚至他有可能被赶出了学校 那么这位学生犯了什么大罪 要被赶出这个教室 甚至被赶出学校呢 那么原来在宾州 有一位大学生他叫英格尔 那么他在一堂这个宗教课里面 老师讲了这个关于宗教理念里面的男人女人 还有最敏感的话题跨性别 那么在这个教授讲完这番这个理论之后 那么这位学生就站起来发表他的意见 他说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性别 就是男性跟女性 他不赞成跨性别 此言一出不得了 那么这位教授唐吉教授非常愤怒 那么认为这位学生犯了这个课堂的严重的纪律 那么把他赶出了教室 并且把这个事件上报到这个大学的这个诚信委员会 那么终于英格尔被停止了上课的权利 那么唐吉教授要求英格尔必须为他的言论道歉 我们知道学术自由是每一个大学必须秉承的一个原则 那么在一个教室里面 老师讲了一个观念 老师觉得我们大家要尊重跨性别 没有人反对 只是唐吉说从他个人来讲 从宗教角度来讲 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两种性别 就是男性跟女性 那么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平常讨论 教授可以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跨性别的理念 学生也可以跟老师讨论 说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性别 但是为什么英格尔不能够在教堂上讲 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呢 那么这还是民主 这还是学术自由吗 问题是英格尔的这个行为 被这个唐尼赶出这个教室之后 唐尼教授把英格尔这件事情 报到了学校的诚信委员会 学校的诚信委员会就停止了 这个英格尔上课的权利 并且要向这个唐逆教授道歉 英格尔坚定的不道歉 那么并且英格尔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学校 或许他能转到其他大学去学习 英格尔告诉媒体说 未来我的目标就是要当一个教授 其实从这个新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以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的包装底下 只有某一种言论可以讲 另外一种言论却不能讲 比如说脸书 脸书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 也是一个引领世界潮流的公司 那么虽然不久前 它发生了5000万个客户资料泄露的事件 那么但是 它的创办人扎克伯格一向 是以政治正确为主的 那么曾经在脸书总部 就发生这样一件事 有人在脸书的总部的黑板上 写了一句话叫 黑人的命很重要 那么有一位员工看完之后 加了一句话 所有人的性命都很重要 这条表演出来之后 扎克伯格据说是勃然大怒 在脸书内部一定要追查 是谁写的 修杰在大陆长大 过去我们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术语 叫做反动标语 那么就是说 比如说写一些令政府 令执政党不高兴的标语 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被抓起来 关键监狱里面去 我们看到脸书也同样出现这样的新闻 黑人的命很重要 我们没有意见 我们同意 所有人的命都很重要 难道跟黑人的命很重要 是相冲突的吗 是相悖的吗 明显不是 为什么能写黑人的命很重要 就不能写所有人的命很重要呢 所以可见脸书也一样 那么当今在美国 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氛围 某一种被学者 或者被自由派媒体认为 政治正确的理论 你怎么讲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对他提出反对意见 或者讲出跟他 不相符的理念的时候 就会被制止 最近美国有关机构评选了 美国十大言论不自由的学校 你可能想象不到 哈佛大学连续四年 进入了这个名单里边 那么还有我们加州的 伯克莱大学 也是美国言论最不自由的学校 那么所以今天 当我们在美国 我们生活在美国 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社会里面 我们也要留意 在这个民主自由的主流当中 有用民主自由平等 所包装的某一种霸凌 那么这种霸凌 休杰克人认为 对美国的民主自由 不会有任何正面的帮助 如果我们今天 不及时地看清它 制止它的话 未来它一定会影响到 美国的民主跟自由 最近有两位来自 分别来自中国大陆 跟台湾的留学生 被这个 一个被遣返出境 一个现在被警察 这个拘留了 原因都是因为枪 那么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 来自中国大陆 那么他在学校里边 被举报说行为怪异 那么于是 警察就对他进行了调查 所谓行为怪异 就是他经常不上课 把头发染成黄色 那么其实这些行为 在美国以前是很正常的 但是因为发生了 佛罗里达枪击案 佛罗里达枪击案 那位凶手就曾经声称过 要发动这个校园枪击案 因为执法部门没有重视 最后导致了17个 无辜的生病消失 还有很多人受伤 现在矫枉过阵来了 美国警察马上 把这个人约去谈话 那么这位中国留学生 在谈话当中 承认自己拥有枪械 并且他是合法的拥有枪械 我们知道在美国 很多州 能够买枪的条件不一样 那么这位来自中国留学生 第一 他有美国的合法签证 第二 他有打猎的执照 那么所以 他能够合法的买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警察认为 他的行为比较怪异 而学校又把他开除了 那么虽然他合法拥有枪支 因为他没有了 这个学生签证 那么所以 只能把他遣送出境 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被遣送了 但是另外一位 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那么却陷入了一个 非常大的麻烦当中 来自台湾这位留学生 叫孙安佐 那么他的父母 在台湾可以说 都是名人 都是演艺界 或者新闻界的人 那么孙安佐 本来是一个家中的独子 那么他父母 据说对他十分疼爱 疼爱到这个溺爱的地步 那么孙安佐来美国 其实是一个 学生交流的活动 因为他本来据说 在台湾是念一个贵族学校 这个贵族学校定期 要跟美国的学校 做一个交流 他来美国一年的时间 但是在短短 一年的时间当中 只过了不到一半 孙安佐就惹下了 他天大祸 是什么呢 孙安佐原来 他向他的这个同学声称 他要在今年的5月1号 发动这个校园枪击案 那么这个行为跟说法 跟前不久在佛罗里达 发生的这个校园枪击案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相似 于是有学生就举报了 那么问题是 当警察搜索 这个孙安佐家里的时候 大吃一惊 在他家里不但发现了 大量的子弹 并且还有一把手枪 那么孙安佐是同样是 以这个交龄学生的身份 来到美国留学 那么我不知道 他这把枪是否合法买的 那么据媒体现在的报道 据说他是通过网络买的 休闲之前在进枪 与拥枪这个话题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在美国买枪 各个州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但是有人说买枪比买菜容易 这指的是你可以在美国 通过黑市买枪 那么孙安佐这把枪 据说是在网路上买的 网路有很多卖黑枪 卖走私枪这样的渠道 那么孙安佐的枪 是不是从这个走私渠道 或者这个黑市上买的 现在我们还没有 确凿的这个消息 但是孙安佐因为他 年纪超过了18岁 因为他拥有一把手枪 并且拥有大量子弹 他又声称有具体的日期 5月1号要发动 校园枪击案 于是现在警方 已经把他逮捕了 虽然他的父母来到美国 那么现在看来孙安佐 绝不是被遣返回台湾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那么很可能孙安佐要面临 这个司法诉讼 其实在孙安佐 这个拥有枪支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 或者大规模伤亡事故枪击案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么很多凶手 都是有心理的疾病 或者精神疾病 孙安佐目前 他的心理贫固还没有出来 我们不得而知 他是不是有某种心理上的疾病 那么最近在 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 美国就有一些研究机构 提出近年来在美国发生的 校园枪击案 或者是大规模的 死伤的枪击案当中 有超过67%的人 是有严重的心理缺陷 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 那么所以从孙安佐 这个预谋发动枪击案 被警察逮捕这个事件 再回头看看 美国历史上发生这么多枪击案 我们可不可以认为 如果把那67%心理上有严重缺陷 或者有精神问题的人 把他们拥有枪支的权力给剥夺了 我们最少最起码可以减少 在美国三分之二枪击案发生 那么所以今天 很多人站出来游行示威 说要禁枪 那么其实我们在美国 禁枪是要修改宪法 这是个非常难的事情 以其我们去追求一些 做不到的事情 不如我们认真的 务实的来想一想 能不能让一些 不能够合法拥有枪支的人 把他们买枪的渠道给切断 让他们不能够拥有枪支 这样最起码我们能够有效的 来减少枪击案的发生 从这个孙安佐的事件 让我想起来一句经典名言 东西不可以随便乱吃 话也不可以随便乱讲 不然的话会下大祸 好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 那么这个环节啊 我们本来叫针锋相对 但是今天肯定不是针锋相对 今天是讨教 因为在新闻当中啊 我们讲了这项边 美国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 那项边呢 美台之间的这个官员的互动 好像越来越多 那么最近这个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曾经的国民党党主席 也到大陆访问了 那么这些议题啊 都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 就是九二共事 所以今天我们很有幸 在百忙当中 请到了原中华民国国安会秘书长 也是原来中华民国的陆委会主委 苏喜先生 苏喜先生啊 现在是台北论坛的这个董事长 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他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九二共事的来龙虚脉 以及未来 苏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主持人是我的荣幸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今天我先代表东森的观众 非常感谢你百忙当中 能够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跟大家聊聊 我们这个海外华人 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么刚才我们讲 现在两岸之间的关系 还有美台之间的互动 都发生了很多新闻 那么这里边 大家都绕不开一个话题 包括这次新北市的市长 曾经的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到中国大陆访问 那么这个访问过当中 朱立伦也叫做九二共事 但是呢 也讲到一个 各自理解的意涵不同 那么苏先生 你是九二共事的这个 这个知识产权的 这个发明人创造人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九二共事来龙去脉 九二会谈之后 到底九二共事怎么形成的 好啊 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九二共事是我纯粹基于一个读书人 也是一个政府工作的过来人 在2001年提出来了 在九二共事2001年之前呢 国民党跟共产党呢 那个就是说能够坐下来谈 因为当初在1992年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两边谈过了 92年之前就秘密的谈了 谈了两三年 然后又公开的海基海协会 谈了一年 所以最后达成一个勉强的妥协 这个不要忘记 这是两岸斗争的四十几年之后达成 所以1992年那个是非常 从军事对立状态 从军事对立 外交斗争 流血 这个这样子 最后到政治上的一个妥协 所以那个妥协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是英文讲非常precarious 非常的微妙的一个妥协 那时候国民党后来把它称之为一中各表 因为共产党说要一中 国民党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我是一中 但是我跟你讲的是不一样的 一中这个概念我们是接受的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点是国民党承认的 但是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台湾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是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同属于一个中国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大陆并不是很喜欢 但是也接受了 那这个概念在国民党内部 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就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 两岸就开始了孤王会谈 还有后面很多的谈判来往 那么两岸关系就立刻进入缓和了 政治外交甚至于军事的缓和了 那个美国就军售给台湾 都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做成的 那么后来到2000年的时候 国民党选输了 要离开了 民进党上来了 政党轮替了 政党轮替了 第一次在台湾内部也是一个shock 大家都那个 可是我是作为一个两岸的过来人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国民党跟共产党花了那么多力气 才磨出一个一中个表 一中个表大陆没有公开接受 从来没有接受 基本上是一个默认 就是说你讲你的一中个表 我就不否认就是了 我记得中国大陆当时有句说话是 一个中国但是不讨论政治含义 你讲的完全对 你这个是专家了 共产党意思就是说 我是一个中国了 但是你讲一中个表 那我就不搭枪 但是我也不否认 那么他们最希望还是说 我们就内部的就是 意义就不去讨论它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民进党上台的时候 依我对民进党了解 这个一中个表民进党不会接受 那么台湾跟大陆之间 好不容易建立的一个管道 沟通和解的气氛就会摧毁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离职的一个政府官员 要回到学校教书 那我希望我们搭出来的这个桥 还能够继续存在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关系 还能够维持下去 所以我就在想 我花了很多时间想这个事情 我后来就想 这个共产党是说 假如说用英文讲的话 简单的说 共产党说是yes to one China 就one China 要yes 那国民党民进党是说 no to one China 就是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根本不是说 我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不是说非常明显的两个区域 很对立 两个极端 那国民党就在这两个中间了 国民党就是说yes but 我是yes one China 但是but我的定义跟你不一样 对 我不从属于 我不从属于 我不是中华人民共的一部分 我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两个是有区隔的 所以那现在国民党下台了 那变成中间的那个 比较妥学性的那个声音就没有了 变成yes跟no就要对撞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怎么样让yes跟no也能够维持 这个搭一个桥 所以我就想说 那非得要有一个新的东西不可 以旧的那个一中各表就行不通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 那好吧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它 把这三个东西 把它用一个新的包装 把它包起来 这个包装 这个东西是新的 大家从来没听过 但是它有足够的善意 有足够的包含量 所以我才会想到说 用九二共识这个名词 那九二就是在92年第一次 两岸的一个政治性的妥协 就是说九二就代表一个善意了 然后共识这个名词 是一般性的名词 不是政治名词 而是政治名词 不是法律名词 在当时 这个现在大家很习惯 共识这两个字了 可是在当时 台湾在用共识 大陆没有用共识 共识是英文翻过来的 叫consensus 不是一个法律的名词 法律它不是条约 不是这个协定 协议 它是一个 就是一般的说 一般的一个名词 也是代表了默契的 代表了默契 对对对对 或者就是一个默契 所以我就想说 把九二共识拼在一起的话 就变成有善意的 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名词 好像可以把 把这个yes no跟yes but 把三样东西把它包在一起 那我当时的预估 就是说 这个名词假如出来之后 会是共产党可能 不太会接受 因为它等于把 共产党的一宗把它拿掉了 一宗各表 还有一宗嘛 对 那共产党对一宗是 重视到这个程度 是绝对不可能 把它拿掉的 我在想九二共识 大概共产党不会接受 民进党可能会接受 因为它解决了民进党的 这个 看不到一宗这个字 看不到一宗的问题 那然后你又可以把它解释成为 好像有一宗 但是又不是一宗 所以民进党可以对内部交代 所以我当初这个设计 有点替民进党解套 可是替民进党解套 就是为民进党所创造出来的 这个九二共识这个事业 对 一点没错 替民进党解套 但是也等于替两岸解套了 那我是在2000年的4月 丢出这个名词的 3月选举 5月就要上任了 所以我4月就丢出这个名词 结果后来没有想到 共产党接受 民进党没有接受 这就出乎我当初的意料之外了 共产党是 我记得前妻生第一次提到这个事情 使用了这个九二共识这个事 孙雅夫第一次提到 然后后来前妻生也提到 我知道前妻生一提了 那变成就是权威信就出来了 前妻生是中国大陆主管外交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 后来大陆在2001年 慢慢的这个正面的声音就出来了 变成就是隔二共识 变成共产党接受了 就民进党就开始打这个名词 打得很臭 所以为了这个名词 我在台湾 这个还变成就是说 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把这个名词看得很负面 那我基本上也并不很在乎了 后来到了联先生访问大陆 2005年的时候 这个名词就变成国共一个正式的 一个新的 共同度 新的共同的一个 一个共同的一个连结的桥梁 因为一中不是桥梁 一中个表也不是桥梁 那九二共识是一个国共两党 共同认同的一个东西 所以变成国共的桥梁 所以一直到现在 在18大报告了 19大报告了 都变成一个 都一直在使用 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 非常正面意义的 变成一个正面意义的东西 那么在台湾是一个 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词 那么国民党现在是承认 九二共识这个词的使用 但是民进党 县政府并不是 所以我对民进党 现在的批评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承认它是一个 我是国民党党员提出来的 但是虽然我是为民进党设想的 但是它不 它不认可我的好意 那也就算了 但是民进党 我就说他们应该 他们有责任 你把这个旧的桥梁打掉了 那除非你不想跟大陆沟通 你想跟大陆沟通的话 你就有责任提出一个新的桥梁 提出新的桥梁 然后让大陆也能够接受 不一定喜欢 可以接受 就好像当年一中各表一样 大陆不一定喜欢 但是它勉强可以接受 民进党有这个责任 为台湾老百姓 提出这样的一个桥梁 来跟大陆来沟通 那现在就没有了 没有两边就断掉了 断掉很多事情就不能解决了 所以其实我个人这样理解 九二共识这个桥梁 当初是为两岸交流 为国民党所主导的政府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流 建立一个桥梁 其实这个桥梁现在还在 因为中国大陆方面 还对这个桥梁非常承认 只是民进党不愿意 从这个桥梁走到这边 对对对 你可以这样说 那么民进党现在 有没有可能再建立 另外一个桥梁 我们现在看到 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 她换了另外一个词 叫我们承认九二会谈 但是不承认有共识 那么在这个原则底下 有可能跟中国大陆 会找到新的桥梁 现在民进党 跟共产党的问题在哪里 还不是名词的问题 我们现在被 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 把这个名词又提出来了 实际上很多人听了会更混 因为根本关键不是名词的问题 关键在哪里 关键是名词后面的信任 就好像 就好像我讲的少微有点开玩笑的了 就是我们一般讲说 男生跟女生我爱你 三个字 所以我说我很钦佩你 譬如这样说 男生跟男生 女生跟女生我很钦佩你 但是这几个字讲出来之后 听的人真的就相信吗 不一定 而是他要从很多的其他的生活经验里面 感受到你真的是 中国大陆经常有句话叫 不要光听你怎么说 还要看你怎么做 一点没错 所以当年 我们再稍微回溯一下历史 当年1992年 1992年 这个两岸能够达成 这个后来能够有一个初步的协议 是在1988年的1月 蒋经国过世之后 到1992年的11月 中间将近5年的时间 国民党共产党秘密沟通了三年 然后公开沟通了两年 这个过程产生的互信 才觉得 他到了觉得 李登辉不是搞台独的 他不是搞台独 所以他不是搞台独的 那么他要讲什么 李登辉还有一个国统纲领 对 国统纲领 那这样出来的话 他讲地中各表 我们就可以接受 所以是有这个信任在的 后来九二共事 为什么又变成新的国共的桥梁呢 因为2000年国民党离开政府之后 那么共产党其实那时候 也不信任国民党 国民党也不信任共产党 共产党为什么不信任 共产党说你们这些人 从连战开始 都是李登辉手下干过的 干过他的副总统 苏某人干过他是陆委会主委 这个谁 我不要讲名字了 随便那个都是在李登辉下面干过 八年十年的 那哪个人不是 怎么讲 暗中的台独 说不定 李登辉是大台独 他们都是小台独 说不定 所以共产党对国民党 我们这些干部不见得信任 那国民党对共产党也不够信任 觉得这么多年来 你们欺负我们 然后空间打压 这个阴谋也很多 所以我们也是一肚子怀疑 所以2000年5月离开政府 到2005年4月 连战访问大陆 中间差不多又是5年的时间 所以这5年的时间 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互相摸底 互相在看 你是不是值得我信任 慢慢建立信任的过程 然后共产党跟国民党来完之后 发现连战不是台独 虽然他替李登辉做了很久 苏某人不是台独 这些人都不是台独 这时候国民党讲求 那就是可信的 共产党跟民党现在没有这个信任度 信任度 民党不只是蔡英文 过去这20年的所作所为 他的记录 完全没有一个共产党可以信任的地方 他现在周围其他的 赖先德或者什么都 都是这样 没有这样的一个 赖先德先生公开说 我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所以共产党跟民党中间 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任基础 所以你丢出来的名词 就不见得会被接受 好 那我们刚刚说 赖先德先生公开讲 自己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那么但是他又承认 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 对 石原生怎么看民进党现在这些 所以对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条例 都是在 都是蔡总统在这个520 就是两年前的520就职演说的时候 丢出来的 那么民进党认为这个够了 这个应该可以 可以这个去移 去移 但是我刚才说了 基于我刚才的说法 就是从大陆来的角度的话 不是一两个名词的问题 不是一两个名词 不是表一个态度 不是一两个政治符号出来 就好像那个 就好像大陆就可以接受了 尤其没有这个信任基础的话 你一两个符号 没有办法让大陆可以接受 更何况这两个东西 在台湾 就是说将来都可以变的 都可以变 就中间空间很大 它可以到时候翻过来就没有 就变了 那个台湾这几年民主政治下来 政治人物讲话变来变去 所以在大陆内部 对台湾政治人物的信任度 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基本上不高 基本上不高 所以大陆就从 我们从大陆角度来看的话 假如说今天讲宪法跟两岸条例 习近平或者胡锦涛接受了 接受了之后 隔了一年或两年 台湾翻盘了 台湾说对不起 我的两岸 我的宪法的解释 我的两岸条例的解释 是这样那样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有党内压力 很抱歉 我们这民主社会 我们必须这样子 那这时候接受 当初接受这个蔡英文说法的人 那在北京 在大陆内部 就变成傻瓜了 所以这没有这个信任度 他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关键是 无论在我们人际交往当中 还是在这个政治交往当中 有一次被骗 以后的信任就非常难建立了 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我跟民进党的建议 我也跟民进党朋友 接触也慢多了 我一直跟他们建议说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想名词 这个名词 不是像我爱你 不是像这个 就是说阿里巴巴 你讲了几个字 阿里巴巴开门来 通关密码 通关密码 阿里巴巴开门来 这个三栋门就打开了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电脑这个书跟密码 就进去了 不是 是后面的那个信任 那这信任怎么建立 我也跟民进党的朋友建议 就是说最好的方法 也是那个唯一的方法 就是蔡总统要在内部发动沟通 在内部 就好像当年李登辉 在1990年的时候 内部有沟通 后来的连战 在国民党内部都有沟通 大家国民党内部先谈好 先谈好 我们大家谈好 一中各表 或者国统纲领 或者后来连战的 九二共识 国民党内部先搞定了 这时候共产党就看到 这个国民党也做这个努力 假如蔡总统这样做的话 共产党也看得到 蔡英文不一样了 他在想办法跟内部的群众 支持者开始做一个工作了 开始在内部弄个共识 这个共识最后出来 万一我们北京可以接受了 就可以接受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台湾该做的 但是现在民进党内部 我们听到的声音可以说是没有共识 因为民进党内部 我们从一些这个资料里面也看到 也有一部分党员开始觉得 是不是要修改这个台独纲领 修改台独纲领的时候 可以取得大陆政府的信任 这样沟通才会有个基础 对对对 先生你怎么看 现在以我的估计 也不是我的估计 是民进党的朋友告诉我 他们的估计大概党里面 最少有15%到20%的人 是希望修改台独党纲的 那么包括现在在那个 在那个什么 那个柯建民先生 是他们党的大党边 在立法院是呼风唤雨的一位先生 这个他就曾经公开说 应该修订一下台独党纲 他在民进党内部 是非常有影响力 代表的一种意见 可是现在包括他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派系的人 这些意见都被压制下来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对蔡英文有所怀疑 也是因为这样子了 因为他不愿意启动这个讨论 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跟这个蔡英文 当然中华民国的总统 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事情 是啊是啊 所以现在民进党 就是这个问题 他就能处理 他不愿意在内部 做任何讨论 这个不做任何讨论的话 大陆就不可能信任 你丢几个名词下来 现在用光名词解决问题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所以九二共识这条桥还在 但是现在现任的民进党政府 并不愿意过 那么另外一条桥还没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现在看最近大陆 有很多会台三十一条 等等这些政策 好像是不是中国大陆 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不对政府的沟通 先发动民间的沟通 用经贸吸纳人才 那么让民间在捧的问题上 有了更多的共识 而不再关注民进党内部的共识 那么如果大陆这个做法 做下去 对台湾岛内会有什么影响 对民意会有影响吗 你说的很对 大陆以前的思维就是 寄希望于政府 或者寄希望于人民 这两个最好都加在一起 那么在陈水扁的时候 陈水扁的时候冲撞得很凶 所以他就寄希望于人民 人民里面有国民党 国民党很强 所以国民党甚至于 在立委里面都占 在立法院都占多数 所以后来 因为对人民有希望 所以对政府的话 他就可以稍微克制一下 就不会特别的那个 假定说两个都没有希望的话 大陆就会比较紧张了 甚至于会动手了 那么现在大陆 基本上对政府 依我的观察也没有希望 估计任何希望 但是对人民还是有希望 可是没有希望大到一个 像当年对国民党 那么在连先生 马先生领导的时候 那么大 所以他现在就干脆 就自己来了 就自己来了 我也不跟你政府商量 我就直接诉诸老百姓 直接诉诸人民 刚好台湾现在经济情况也不好 这个民心士气也蛮低的 所以大陆现在用这一招 是成本很低 效益蛮高的 就从最基层的民众做起 对对对 这种从最基层的民众做起 虽然说你认为会慢慢影响到政党 再影响到政府 会有这样的效果 现在刚开始看不出来 不过我的直觉是会 我的直觉是会 因为大陆在拉的力量 台湾内部是在推的力量 这两个加在一起 会有效果出来 所以台湾 我的感觉 财政服务现在是蛮紧张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讲 这个九二共识的时候 我们还要讲到一个 照不开的话题 就是九二共识 大家都认可也好 或者不认可也好 那么台湾跟大陆 在国际事务上 经常会有些碰撞 那么当年 无论是九二共识 一中个表 还是不讨论政治含义 那么其实是 让双方有一个模糊的 一个能够在经贸方面 保持或者民间来往 保持一个畅通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但是在国际事务上 我们看到 无论是李登辉年代 陈水扁年代 或者是马英九年代 包括现在蔡英文年代 都是一个两岸 冲突非常厉害的地方 那么这就涉及到 一中这个概念 到国际事务上 比如说加入国际组织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都会迈不过这个坎 那么苏先生觉得未来 无论九二共识是要求 大家走不走 在国际事务上 有一个能够让大家都 接受的办法吗 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对 非常的有见地 两岸中间冲突最大的 在不打仗的情况之下 最大的地方就是国际领域 当然一打仗的话 那就是更厉害了 但是不打仗的话 最尖锐的就是国际领域 当年那个1995年 李登辉去他的母校 抗来而访问 马上就引起了飞弹危机 就是走到军事的程度了 就是说没有办法再忍耐了 其实在马英九的时期 两岸关系很好 大家都互相信任 那么在国际领域 还是经过非常非常多的摩擦了 我们在海外的民众 就感受很深 都是比较少 在马英九的时代 基本上有外交修兵 就是说双边关系里面 大家就你不强我的 不挖我的墙角 我也不去挖你的邦交 所以那时候相对稳定 比较好 但是在多边的领域 就是国际组织 国际的活动 像APEC 像这个什么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的活动的时候 两边就是很多事情 都彼此要商量 这个商量就是要透过管道 要透过什么商量 在国际上 有那条桥梁在沟通的时候 容易讲话 对 所以基本上 还是相对于经济 相对于文化 那些容易多了 外交就是基本上是硬碰硬的 大陆很怕台湾在国际上 会有突破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最起码在国际事务上 外交比较敏感 但是这个文化科技 或者其他一些交流 就还是容易 这个容易多了 这个容易多了 对 这个基本上 其实是两立的 那外交 所以我们也很遗憾 在马英九时期 两岸没有办法 就国际问题 得出一个 都是一个全盘解决的 通案解决的一个方法 到现在还没有 在马英九时期也还没有 但是基本上 用个案处理的方式 处理了很多了 在APEC也去了 这个博敖 对不对 还有那个WHA 还有这个民航 国际民航组织 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 可以来证明 可是基本上 每一个都是商量过的 都是 所以虽然是外交方面 很敏感 一直这个冲撞不断 但是有这条桥 大部分的领域事情 还是中意的 就是可以处理 就是可以处理 不会僵住 那蔡现在上任之后 就是整个外交都僵住了 甚至还倒退了 甚至于断交了 什么这些东西 现在可以说是风声鹤唳 现在风声鹤唳 对了 下面会不会崩盘了 什么都在都在讲 好 那现在美国通过了 这个台湾旅行法 这个台湾旅行法 影响了大两岸关系 也应该小两岸关系 我们下个礼拜时间 再请苏先生 利用一个报告时间 跟大家讲讲 未来美中之间 台海之间会发生什么新闻 今天非常感谢苏先生 给我们 哪里 在讲了这么精彩的内容 谢谢苏先生 谢谢 十四解读新闻 我是张秋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